阿嬸,我想上Dr.Guru 女士,這位越志民先生說有事找你 女士 雖腳丸,沒事吧? 沒事,醫生替我做了檢查 對,殺死陳芷成和射傷你的兇手 我們已經抓了 原來是在遊戲場做的夥計 律政署會正式控制他謀殺和傷人 到時有可能要麻煩你替我們做證人 沒問題,對,女士 我想問我可否拿回工具箱的鑰匙 那條鑰匙在法政部那裡 還有那條鑰匙要做程堂證物 可能暫時不可以給你 但我趕著要開工具箱來開工 還有鑰匙對我來說很有紀念價值 我明白,但不好意思,這是法律程序 總之這件案子結束了 我們會盡快給你,希望我們體諒 沒辦法,我唯一找鑰匙 謝謝你,Madam 謝謝,Sir 我想 上次不是跟你說過 黃正雄有些傷痕可能要過幾次才浮現出來 剛才有新發現 第一個新發現就是 在黃正雄面對的新的乳傷 很清晰可以看到 第二個發現就是在胸口上有個乳痕 而這個乳痕看來像是一個鞋印 還有,我們之前不是說過 黃正雄身上有些棒球棍的傷痕嗎? 你看看,剛才發現了一些有條件的傷痕 高仔,張摺凳可能是在屋裡扔出來的 麻煩發揮 這個傷痕有沒有可能是由摺凳組成? 也有這樣的可能 張摺凳在屋外面被雨水淋過 所以有證據都可能已經衝走了 一般來說,我們會遲些才處理 我們會先處理一些有用的證據 沒事 但就這樣看來,乳痕真的很像 那就是說這張摺凳就是空氣之人? 但鑑證科驗過,凳上是沒有齒文 究竟還有甚麼東西會留下來呢? 即是還有線索? 是豆腐渣 幸好豆腐渣留在凳窖 否則一種已經被雨水沖走了 這就是叫做天意 是嗎? 怎麼樣?阿神 找到黃靖雄家人嗎? 阿神,晚上幾時 靖雄打電話回來 他說他第二天早上要過馬拉做事 阿神,今晚就和兒子突然回到大陸 直到今天,這親人叫我去刑事 我才知道我出事了 黃太太,自我順便吧 其實我們也想盡快找到 殺死黃靖雄的兇手 你知不知道他有甚麼仇口 為甚麼有人會殺他? 我不知道 我老公從來都不會跟我說過在外面的事 那你知不知道你老公平時有甚麼憑慮 我只知道他有幾個小學的舊同學 那他們平時有甚麼慧望 又或者你有沒有他們有甚麼好話呢? 很久不久我對我老公說 他們會入場,我從來都沒見過他們 他們沒想過來找你老公嗎? 沒有 你先生到你了嗎? 我知道他在外面賺錢很辛苦 他也懷了這條街,懷了我和兒子 他…他被捕回來 他終於出現了這條沙發 叫著兒子看電視的 爸爸一定會回來的 他答應過我 我會帶阿絲去拿到他嗎? 對了 看來他和王智岸的關係 不單是一本事人讀零七那麼簡單 Tim Sir 這麼挫抖?我給他媽媽 沾了魚騰水的懸彈 空氣上找到空手的濾水分泌 Tim Sir真是讓我記錄到 法政破案的力量 那有什麼事可以幫你? 聽說黃正雄的案子你們有新線索 是,在黃正雄住的村屋外面 我們找到一張摺椅子 摺椅子上發現了豆腐的殘渣 我們查過了 現在全香港大約有十六間豆品廠 我們已經拿了豆腐樣本回來做化驗 看看摺椅子上的豆腐殘渣屬於哪一間 一有報告 我們就會發給重案和你們公司 那我等你消息,謝謝 好,再見 怎麼樣?阿嬸 Madam,發展部那份豆腐齋的報告 剛剛出了 原來是來自九龍城的星鵝豆品廠 那好,我現在… 你別來了 我跟阿姓去搞就行了 小柔,打開嗎?快出來 行了,就行了 那好吧,你們一查到什麼 真的通知我 好的,再見 再見 好漂亮,小柔 雷小姐,裙子穿得很漂亮 不過似乎越來越妙條 當然了,查我這麼博煞當然瘦了 不過腰子要改小一點 不要緊,其實新娘最漂亮最非就夠了 趁我那位美女也有差不多的 我剛才幫你選了這個頭顏色 看看是否趁你 對不起 這個位置我可以改 怎麼樣?江仔 那些血跡是屬於艇仔東的 知道 還查到他住在黃城 那是星鵝豆品廠附近嗎? 是,沒錯 好,謝謝 阿嬸 怎麼樣?Madam 證實了黃正鵝身上的血跡 是屬於艇仔東的 那就是說黃正鵝死之前 是跟艇仔東有個打鬥 所以我們是他的 並不是星鵝豆品廠 而是住在豆品廠 旁邊的大廈三樓的艇仔東 聽著阿嬸 一定要把艇仔東找回來 是,Madam 喂? 好,謝謝 Madam,收個法庭片的報告 擠燈上面的豆腐渣 真的屬於這間豆品廠 而黃正鵝身上的血跡 真的屬於艇仔東 Madam,你真的有先見之明 一早你會去補給 艇仔東和黃正鵝 都跟三樓找吃 之前黃正鵝提過 艇仔東是住在這裡 剛好有一間豆品廠在附近 我覺得他跟這件案件有關 我就不信他不回來自己的鬥 我一定會找到他 小柳,我想這條裙子漂亮不漂亮 林小姐,你朋友呢? 不好意思,請問你們的頭髮 出了日夜多少錢? 艇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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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艇雄 艇仔東 艇柯 艇 艇لب 艇 艇 好, 窗戶開了 坐下吧 我早知道你會出鼓話題 我是毒品調查科高級督察馬國英 有件關於黃正雄的案件的事 有事問你吧 甚麼事這麼嚴重 又重案又毒品調查科這麼給面子 喂, 警官, 我這些是一等糧民 我心裡沒問題了, 看 黃正雄那些事關我甚麼事 我沒話說的 你艇仔東是出名的毒品冊家 你會是一等糧民 是的, 被警察追就不用拼在暗格 看來你這裡也不止一個暗格 如果我申請的倭卵拆掉你的牆 蓋掉你的貨物, 不知道你要坐多少 喂, 警官, 不用壞這麼大吧 想知道甚麼 我想知道黃正雄死的晚究竟發生甚麼事 黃正雄的軟刀是不是你殺給他的 是否你們分瘡不暈所以對撞他 喂, 沒有啊, 你不要誣蔑我 不是我殺他的 警方在黃正雄家的摺檔那裡 找到豆腐渣 我肯定你去過他的家 是, 他那天打電話給我 那我就去他找他 如果你不想错过TVB的精彩节目片段 就快点按下下面的小铃铛 subscribe